idag 今天第十五週香港招待聯賽 到張家禄運動場有李文的主場 迎戰大埔 黃衣黑褲就是李文的主場 這邊有深色衣服 是大埔 今天最精彩就是在最後十分鐘,倒時階段 一開波李文都是他的,阿華頓自己射 這些東西抓不到他,撥開一點點,左腳就撞遠處 不過今天很集中很集中,神勇表現的有他,謝家榮 三番四次的施射,大家一直留意一下,都是被家榮救到的 這邊這次開過短,過倒,爆進去,自己按出來 轉身碰到射的安尼亞,不過就射了出街,應該是被人擋到 這個波射的時候,被人封了一點點 好了,這邊大埔終於有攻勢,右腳扯出來,滑倒後 有沒有Handball,每個人都在說Handball 說手球,當然VL看到,就是沒有手球的 完全是垂下了手,所以完全沒有手球 今天在VL系統和球證的溝通都很好 這邊開過一個球,頂到的,中美 今天大埔第一個中籠的攻勢 看到加比爾,防守在他,進攻也是他 這個球已經失去位了,看到桿頭只是抱緊他 都沒有頂過球,頂中美,進不了球 撥不到大埔領先 這邊小心,傑仔,經常都說你這些動作 其實真的可以給牌 嚴重一點的話,不知黃牌 我給紅牌也有可能,因為有VL系統 上半場0比0,雙方打成平手 下半場一出來,看到大埔這邊 看著,射盧卡斯 炒高了個波膠,出來 但是那個波就入了 不過球證就看到龐證是舉了其話,越位 越位的是菲利仔 如果這個波,菲利仔不進去,不動 反而可能進去了,因為剛剛越位就是菲利仔 好,這裡彈下去,小心 彈到踢到,有沒有犯規 是有犯規,球證吹罰 不過那個波,這個角度很清楚 VL看到,是禁區線,剛剛踏著 這邊又想射罰球,抽地球 不過散眾人搶 好,這邊繼續來了,李文這個波 大家看看這個十二馬的怎樣形成 給下去,擺明是拼你十二馬,你出腳 剛剛好 在保時階段,幫李文拿到一個十二馬 不過,這邊有謝家榮 救到球再出,但是大家中間很混亂的時候 那個球是射入了,球證吹了入球 大家在慶祝的時候,VAR的出現又來了 保連奴,射不入是你,Handball的都是你 令到這個入球是無效 大家空歡喜一場,李文當然這邊就拍了手掌 有堅Sir 繼續Marcus來,控到下來,射到刀是誰 謝家榮,今天不停都是謝家榮 謝家榮,救球的刀是他 所以今天man of the match,是謝家榮 雙方打勝0比0平手